全新啟動 傳譯中心的燈籠節正式啟動 而經過整理之後的傳譯中心 由新經營團隊接手再度開放 除了保留傳統記憶的部分 將展現全新面貌 我們傳承的傳統藝術 都有教學的作用 我們大部分 每一個都是這個樣子 是我們的傳統文化 我們小時的記憶都在裡面 量販業者脫穎而出 肩負繼續傳承台灣傳統記憶的使命 每年將規劃特色活動 讓入園民眾有全新感受 另外也希望善用既有空間資源 發揮最大效益 過去當然已經有 很好的一個基礎建設 但是我相信我們可以更進步 能夠讓這個園區 更加的亮眼 讓大家更加喜歡這個園地 位於宜蘭無節鄉的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早已經是重要的觀光景點 嶄新經營團隊期盼 全新規劃的園區 能夠拉近民眾與台灣 傳統藝術的距離 同時保留並傳承 台灣特有的記憶文化 三地新聞正好報導